两位主演包括其他所有主演 他们印象最深刻的 我觉得让他们做 我说几个 可能一说完大家就会记得的例子 现在网上也有说到的 龚军为了让台词更好说 他拿掉了牙套 他们两个人都被我在现场拍到 龚军是熬到心脏疼 然后他们各自去到他们的岗位去训练的时候 那吃的苦真的就跟现在消防员是一样的 有太多太多可以这样的例子可以去举了 他们二位都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潜力的 两支潜力股 像龚军他其实一直被 之前以小声聚集 但他其实一直热爱表演 我看过他所有的拍过的戏 虽然有些深色 有些刚开始接触会显得不是那么的专业 他没有经过特别专业的训练出来 但他每一步都有进步 他每一步都有收获 而且他这一次的整个表现过程中 他没有给我任何所有演员身上不好的一些习气 反而我看到的是真诚 是他执着包括认真 非常认真 而且我当时在剧组见到他之后 定装的第三天我就和他的经纪人说 我说你们家龚军是一个宝藏 一定要好好地培养 真的非常好 他无论是从情商智商 还是他的人物 内心 就他真实生活中就是我们想要的那个火焰 就是火焰本年 然后就是很简单的男孩 然后为人也非常好 经常会很细心 他知道大家很辛苦 知道导演组拍摄 没有轮休 会送我们新阳森 然后快杀金的时候 会提前找我要地址 说他妈妈给我们做了好吃的那个川味香肠 就很多很小的细节都能感受出 他是个非常有爱的人 然后也非常友好 友善 非常未来可期 非常可期 果然在不久 我们还没杀青 后期还没做完的时候 三个令播完之后 龚军就已经 虽然他现在被誉为流量 但我认为他未来的好 和他自己人走下去的地方 不会是挺新阳于流量 因为一个人 他的平性和他的脸是骗不了人的 就看龚军的脸一样 他的五官就告诉你 他就是一个很根正苗红的好孩子 一个阳光青春的大男孩 政治向上的大男孩 然后 然后 然后